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残忍这一块 嘖嘖响这一块 耳鸣这个嘖嘖响其实应该是调比较高 对 对吧 那这对朋友他是哪出毛病了 最近各个医院都开展了这个网上视频诊断那个病情 我们今天也看一看 也利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个云诊断 你好 这位朋友 主持人好 谷老师好 这个我问一下 除了你耳鸣之外 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表现呢 我提示一下 比如说腰啊腿啊有什么感觉呢 我这个腰就总觉得不得心 总觉得很酸 我以为是我这坐姿不对呢 腿软嘛倒是还好 可能上楼的时候更明显一些 那么有没有怕冷怕热的一些感觉呢 我怕热啊 我总感觉手心啊脚心猫虎 嗯 好 那么呢我通过这个几个症状表现 这就完事了啊 哎 都不用不用耗卖啥的 你终于认为呢这种高调的伤 就是折折的那种伤 一般是肾虚的偏多 那他接下来辅助的时候腰细又酸软了就佐证 他是肾虚啊 腰细酸软这是肾虚的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他又怕热这回 哎这个怕热呢 特别是手脚心热 那么这又是一个肾阴虚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特征性的症状 所以说这两个你便想看这一个腰细酸软和手脚心热 这个已经把这个耳鸣偏于肾阴虚的这个主要的症状表现已经表现出来了 那这类朋友应该用什么药呢 哎 如果要是这个肾阴虚的这种 嘚嘚响耳鸣 嘚嘚响 我们叫耳鸣如蝉 就像那个蝉鸣声 嘖嘖嘖嘖叫的 当然了这个高调的声不一定都像蝉鸣 有的是就像一个吹哨似的 高调的声 还有的像什么呢 就像是那个电视没信号的那种嘚嘚的声 或者是呢 你这个做菜吧 你那个那个菜勺 那个饭勺 挠那个锅底那声 嘚嘚的那个声 就是各种声响都有 全高调的 哎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但是呢 你看那个音调要是高的 往往是偏肾虚的 我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中医治疗 这种肾音偏虚的耳鸣 常用的经典名方 我们中药房一般的都有卖的 这叫耳聋佐瓷丸 啊 其实就嘖嘖叫 说肾音虚这种事 就已经耳聋的药都上来了 这个事可挺大 咱们